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媒体报道 2020年7月15日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举办的第21届中国专利奖评审中 G20的生力体编条压抑式布局外观设计专利 崇获中国专利奖外观设计金奖 对 就是被很多人所诟病的压抑和压实布局 它获奖了 这个专利不仅因为G20外形的原创型和多特性 更因为它能给飞机带来巨大的提升 比如G20的生力系数位置达到2.0 也有人说是2.1到2.2之间 可能有人不知道胜利系数2.0是什么概念 拿美军的F22对比一下 据我们的风动试验结果测算 F22的胜利系数只有1.7 也有人说是1.5 总之远远不属G20 胜利系数越大意味着飞机阻力越小越好飞 那为什么G20的生力系数会高出F22这么多呢 这是因为美军一直在宣传F22的生力系数是2.0 我们的对标是时候就信以为真 研制G20时想尽了各种办法 也要达到这目标 比如说G20虽然是体量和苏27差不多的重型飞机 但它的空机重量只有15到16吨 而苏27超过20吨 正是这么轻的体重降低了G20的翼载荷 提高了G20的生力系数 但是最终却发现被F22骗了 根据空军专家傅前哨介绍 F22超音速巡航零升阻力系统约0.035 而G20的阻力系数比常规布局小10%左右 这与很多人的传统观念截然相反 很多人认为G20机头有队压抑不仅影响引身 而且还会增加飞行阻力 但实际上通过身上七组控制面 G20完美控制了涡流 形成了复杂多涡系统的互相偶合 从而提高了飞机的升力 减小了飞行的阻力 当然 威子立下汉马功劳的 还有G20受长的体型 这也是很多人对其诟病的地方 认为G20像二代歼8像一枚火箭一样 不好看 但是受长的体型和较小的横截面 有效减少了G20的飞行阻力 在发动机远不如美国F22和F35的前提下 G20正式通过这些设计 在换装过扇时改进之后 成功实现了超音速巡航 急速冲刺速度 甚至达到2.5马赫 想象一下 一架以2.5马赫的速度向你飞来 你却不知道它身在何处的隐身飞机 该有多吓人 当然 在这里夸G20并不是代表贬低F22 要知道 我们并没有F22时机 主要是通过风动模型来测算F22的生理系数 1.5到1.7的数据并不一定准确 俄罗斯风动模拟 结果就显示F22生理系数不低于1.87 所以F22真正的生理系数到底是多少 外界并不知道 但可以肯定的说 它是一种非常优秀的隐形飞机 另外战斗机的生理系数并不是一成普遍的 在不同的飞行状态下 比如飞机爬升时和飞机旋转时 生理系数是不一样的 而且飞机不同部位的生理系数也不一样 我们一方面要相信我国航空工业的智慧 相信G20的实力 它不会比F22差 但是另一方面 也不能犯下盲目自大的毛病 一个病倒几十年的俄罗斯 都受死的路透比马大 很多关键技术 我们至今无法超越 更别说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美国了 G20新型超引材料曝光 引升性远超美国F22 一举称为空战之王 近几年 我国的军工业快速发展 这也让我们未来的军事武器有所期待 说起我国军工业的新产品 许多军迷朋友肯定会想起 我国自主研发的涡扇15发动机 这款发动机的出世 将使得我国歼20战斗机获得更强大的作战力 但是除了波山20发动机外 还有一款新材料 即将用在歼20战斗机上 这款材料能够帮助歼20真正的成为隐身之王 据悉 这款隐身材料叫做超引材料 是由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发明出来的 那为什么超引材料在军事武器方面 会有这么厉害的作用呢 与歼20战机又有何联系 下来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首先先看看我国的歼20隐身设计 我国的歼20机身采用的是端面边缘斜销 这可以使得提防雷达产生的电磁波 为能够被机身反射到其他方向 增强低声的隐身功能 那么雷达是怎么能够探测到战斗机的呢 其实雷达的探测系统 采用的是像蝙蝠一样的回声波定位 通过物体放射出来的频率而进行扫描 之后根据物体反射回来的信号 就可以大体判断出该物体的具体大小和位置 所以像歼20这样的隐身机 可以通过自身的设计结构与特殊材料吸收雷达波 如果机身上的隐身材料做得不够细致 那么歼20自身产生的雷达波 会被地方的雷达系统而检测到 进而就可以确定出机身的具体位置 像我国的歼20和美国的F22 还能做到全频段隐身 之前我国就用警戒米波雷达系统 多次捕获到F22的位置 而现属今随着我国超影材料的出现 可以使机身表明降低雷达的检测 更重要的一点是 如果我国G20使用上这种材料 那么在机身隐身性来讲 将完全超越美国的F22和F35 据我国研究人员介绍 这款超影材料使用了独特的模型 拥有很好的隐身性 可以屏蔽非常强的雷达电波频率 在一次测试中显示 火锅的超影材料成功地将雷达从信号 从0.3GHz降低到可检测预法以下的40G赫兹 而美军开发被认为具有出色性能的 SAD反导系统 接雷达工作频率仅为10G赫兹 所以将来如果把超影材料用在G20机身上 将进一步提升G20的隐身性 而除了战斗机 像地面战斗机车辆以及人造卫星 都可以应用超影材料 隐身战斗机是个系统工程 这些细节必然会对设计和制造提出极高的要求 但是我国的科研人员滋滋以求 说明这些细节绝对是决定性因素 我们也期待新技术将给我国军工业带来更多的进步 目前中国空军正在尝试更多的 歼16战斗机和G20战斗机部署在不同的地点 不同的是歼16战斗机目前主要部署在西部地区 也就是直面印度苏30MKI战斗机的方向 歼16战斗机是一种功能强大的多用途战斗机 能够控制空中海上和陆地 印度方面也宣称 至少120架歼16战斗机部署在西部地区 此举将有助于中方更好的维护其领土完整 歼16战斗机最近还进行了空空作战演习 以检查中国空军部队的综合作战能力 随着越来越多的西方战区司令部空军部队改用歼16战斗机 中国的西部领空将更加安全 沈飞打造的歼16战斗机与大多数其他国家苏霍伊系列战斗机一样 被认为是苏霍伊的纺织品 早前沈飞打造的歼16战斗机被认为是荷鲁斯苏30战斗机的国产复制品 歼16战斗机于2015年推出 与俄罗斯苏30一样 歼16战斗机是一种能够同时执行海上打击任务的双座双引擎多用途打击战斗机 歼16战斗机由中国国产涡扇WS10H提供动力 还装有AESH国源相控阵雷达和IRST传感器 歼16战斗机与中国国产的武器系统兼容 例如霹雳10和霹雳15空对空导弹 以及各种制导和非制导导弹和火箭 它还可以携带KD-88空对地导弹 英机83反辐射导弹和更大尺寸的反舰导弹 歼16战斗机已经建造了120多架 目前大部分装备到了西部地区 神飞通过仿制苏霍尔西战斗机 获得了俄罗斯全面技术资料 同时依靠俄罗斯专家和顾问的支持 为开发独立的苏霍尼系列战斗机提供了帮助 就像是一种地区的 这边是一种地区的 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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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